展现神奇之道 深娃未解之谜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飘哥 一集读懂毁灭之神 师婆 上一期咱们讲到了三主神God中的创世神 G-generate 凡天 O-operate 维护之神 匹士奴 今天咱们讲D-destroy 毁灭之神 师婆 首先声明他虽然叫师婆但是他是男性 他是毁灭之神 苦行之神 愈加创造之神 是生殖力的化身 也是严格的禁欲之神 这一集我们就申拜一下为什么 师婆又被称为是最复杂 最恐怖的大神 他的妻子萨蒂 为何要选择投火自焚 毁灭之神 如何成为灭世之霸的众众谜团 即将揭晓 没事少作 订阅上车 咱们嗷狠的直接起号 师婆在《废托经书》之中被称为是生殖之神 受主和风暴之神的楼陀罗 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的双丛性格 师婆不像是凡天匹士奴那样的衣着华丽 而是赤裸着上身 穿着一件瘦皮的形象 青色的脖子里缠绕着一条眼镜蛇 头顶水流 背后的两只手分别持宇宙之骨和三叉戟 师婆有三只眼睛跟二狼神杨己一样 师婆的第三只眼睛可以发射出毁灭的射线 是愤怒的力量的象征 因此这只眼睛一直是闭着的 一旦睁开就发射出毁灭之火 把一切烧成灰烬 不知道X战警中的雷射眼的创作灵感 是否来自于师婆 师婆的坐骑跟匹尸奴的大鹏金吃鸟比起来 一样的神圣与尊贵 一头名叫南迪的公牛 大家知道牛在印度古教义中就是神兽 师婆头顶的水流代表着印度的恒河 法际上的心悦代表着和平与安宁 脖子上缠绕的毒蛇代表师婆无所畏惧的勇气 虎皮群代表着对狂野森林的征服 师婆的一只手拿着三叉戟 是师婆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对世人的保护 另一只手拿着的手骨 是师婆的音乐和舞蹈技能的象征 师婆的身上涂着白色的尸灰 象征着火化涅槃通向解脱之路 师婆前面黑色的林家则是师婆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师婆是毁灭之神 也担当创造的职能 祝神和阿修罗角如海之时 他吞下了毁灭世界的毒药 颈部被烧成了青黑色 得清净之称 印度教义认为毁灭有再生的含义 故表示生殖能力的男士的林家 是他的创造力的象征 受到姓利派和师婆派教徒的最高的崇拜 上一集在凡天之中咱们讲过师婆的巨大的林家 就是男士的专用的工具 你懂的 说到这里有一个话外题 就是让飘哥一直耿耿于怀 有人说飘哥像西门庆 这个就难倒了飘哥了 飘哥真像西门庆吗 难道咱们是西门庆飘飘然百家讲坛吗 开个玩笑 飘毁成传 师婆还是苦行之神 被印度苦行者崇拜 终年在喜马拉雅山上 吉婆梭山修炼苦行 通过最严格的苦行和最彻底的沉思 来获得最深奥的智慧和神奇的力量 他是第一位御家行者 即御家的发起者 是他最先把御家的种子 撒播到了人间的意识之中 据御家学的说法 大概一万五千年前 师婆在喜马拉雅山获得开悟 尽情狂舞天地之间 当这一切都超越之时 他完全的定静在那里 超越了识检空检意识及思维 最为知名的莫过于 师婆之舞也叫坛达婆舞 象征着宇宙的创立 保护及毁灭的轮回 师婆与皮诗奴就像是神话中的对照组 温和的皮诗奴是好 谁都不得罪 师婆就不要了 他极有性格 放浪不羁 在诸神中拥有最强的斩 发起镖来见神杀神 见佛杀佛 他殴打过很多仙 烧死过爱神 连创世神的脑袋都被他砍了个 摧毁三连城 简直是有灭败一样的霸气 师婆与雪山神女早在几万年前 已经结下情缘 当时的雪山神女是大翻天之子 达萨的女儿 萨蒂 萨蒂与师婆的生活本来是安稳无忧 但却发生了一件打破他们美好生活的事件 萨蒂的父亲 达萨 有一次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席 差不多整个的宇宙的神奇都被邀请过来 但是唯独没有邀请师婆 萨蒂对此很不满他亲自的到现场与父亲理论 可是招来了众神奇的对师婆的侮辱 萨蒂对此感到十分的自责 认为是自己令师婆蒙羞 一怒之下 投入火堆之中自焚 真可谓是 极烈性的女子 师婆德西 自己的妻子为了自己而死去 身如刀割 伤痛欲绝的师婆 于是 风云突变 提己 杀上天界 缠斗之中 杀死达萨 并且砍下其手计 扔入火中 纵火焚烧天界 与火中跳舞 约毁灭三界 匹师奴及时的赶到保护世界 于是施展法术 与其缠斗 并且将萨蒂的遗体 割成了108块 洒落于三界之中 以使其滋养重生 此时 凡天一出面 为之讲和 师婆觉的心灰意冷 决定于喜马拉雅山中 进行引修 与世割掘 时过一万年 死去的萨蒂 转世成雪山神女 于是 上世的姻缘 今世的雪山神女 还依然的深爱师婆 可是 师婆 却成为了一个 无欲无求的苦行者 对于雪山神女的爱 无动于衷 雪山神女在 无计可施之时 只好向爱神 加谋求救 一天 深爱着师婆的 雪山神女 伊丽来到喜马拉雅山上 礼敬她 这是爱神加谋 手持甘蔗 蜜蜂和蝴蝶做的弓 搭上用鲜花做醋的剑 向 师婆的心脏射出 中剑之后的师婆 对雪山神女 顿时 欣起爱慕之感 正要大功告成之时 师婆发现是 爱神加谋 想令其摆脱苦行 重入 爱河之中 就大发泪停 额上的第三只眼睛 突然的张开 发出了可以毁灭 宇宙一切的神火 把爱神加谋 烧成了灰烬 但是 爱神加谋 并未因此而死 而是 从此成了一个 无形无貌的神奇 故此 爱神加谋 被印度人称为是 无形 再后来 雪山神女 付出了无数的努力 终于让失去前妻 萨蒂 而心灰意冷的师婆 回心转育 与她结合 并生下了一个儿子 相头神 和另一个儿子 世间托 另有传说认为 师婆的妻子 是三女神组合中的 魔和提皮 而萨蒂 霞里 与雪山神女 南静母和石母 都是提皮的化身 大家知道 我们讲过 飞天 阿修罗 千万年前 阿修罗族 出现了一位 伟大的王者 摩耶 完成了 足以让天地震动的苦行 终于 创世之神 梵天出现了 他决定给这位 阿修罗王 一个祝福 他问 这位王者 愿望是什么 阿修罗王说 他只要一座 永恒不灭的城池 没想到 梵天拒绝了他 他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永恒的 阿修罗王提出 既然如此 就让这座城池 只有长着三只眼的 正义主神 才能摧毁他 因为阿修罗认为 他将永远的 遵从于正义 所以正义之神 永远不会摧毁他 梵天 梵天 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而后 阿修罗王用尽了 所有的金银珠宝 铁器 建立了三座 相连的城池 分别是 黄金之城 白银之城 黑铁之城 一座前所未有的 灰红城市 至此 筑立在天地 二界之间 驻天皆在 世界俱全 伟大的都城 带着日月的光辉 照亮了苍穹 三连城 临次截笔的 巫舍上 装饰着 成串的珠宝 流光一彩 连日月 也被比了下去 那一刻 喜极而泣的 阿修罗王 忘记了梵天的告诫 他将自己的城池 命名为 永恒不灭的 三连城 如他所愿 这座城池 无比的坚固 无比的繁荣 在阿修罗 众生的 历代的经营之下 城池不断的扩张 上达天庭 起初 城民 安居乐业 美德 充盈着整个的城市 吠陀的唱诵 伴随着 角拙的叮咚 唯纳琴声 与敌音 终日不绝 但是接着 不幸 忌妒 饥渴 混乱 争吵 战争 瘟疫 邪恶 等等 都来到了 这个三连城 这些恶魔 如病毒般的 在城中传染 摩耶 在梦中 见到阿修罗的心灵 被恶魔占据 阿修罗 忍受不了各种邪恶的诱惑 他们 放弃了真理和美德 并且开始 侵扰并屠杀 天神 与仙人 如蝗虫 啃噬 稻田一般的 催孤拉朽的 毁灭着整个的世界 所有的天神 都去向凡天求援 凡天说 我给他赐福 已经到了尽头 但唯有 众生之主 师婆 才能讲之摧毁 三眼大神 师婆说 我需要 一辆战车 和雷电之火 于是 麋庐山 坐为车座 曼陀罗山 为车轴 日月为双轮 黑半月与白半月 为车辅 两条大蛇 加摩巴勒 和阿德 婆恒罗 为江省 水星 火星 土星 为车员 如同在世界尽头 奔腾着鲨鱼 和鲸鱼的海洋一样 战车 携带着 惊雷电火 朝着三连城 击齿而去 天神 与阿修罗之战 也就此展开 城池之中 充满着刀光剑影 阿修罗惨死于 屠道之下 曾经 闪烁金色光辉的街道 如今流淌着鲜红色的血液 残肢 断手 抛洒一地 三连城 变成了修罗刹 但阿修罗们 并未示弱 他们在摩耶的指挥之下 反扑天神 犹如雨季的乌云 笼罩着山头 三连城 本为三脚顶立 而宇宙的洪荒之力 将其推为直线 就在那一刹那 施婆 射出了他的 一只神剑 碧蓝的天空 如被太阳灼红 但施婆同时 发出一声哀叹 南迪问他为何 持三叉击者说 他的信徒 摩耶将死 烈火 焚烧三连城 如烧一捆稻草一样 壮丽 如麋庐山的大厦 瞬间轻覆 那些阿修罗首领的 美丽妻子们 来到了宫殿的阳台 拥抱着他们的所爱 但命丧活害 而放弃爱人的那些妻子 坠入大海 如同山火吞噬 池塘的莲花 三连城之火 也吞噬了 这些莲花脸的美女们 犹如千锋之山 曼陀罗的三连城 戴上了火之项链 写着他所有的高塔与华屋 发出巨大的咆哮 坠入无尽的海洋深渊 留下的只有他的传说 师婆也因此而得名 三魔城毁灭者之称 如果讲师婆 就不能不说一说十母 吉佳里女神 也被称作大婚女 其与时间和变化有关 并代表着末节时代的更迭 家里通常被描绘为 有四只手臂的凶恶女性 全身黑色 身穿瘦皮 上身往往赤裸 舌头则伸出口外 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串人头 腰间又系着一圈人手 四只手中持着武器 有的是提着被砍下的头颅 家里的脚下常常踩着她的丈夫 师婆 这又是为什么呢 故事还要源源于 家里与阿修罗 罗启多匹都之战 这个故事最早源出于 摩根德耶网事书 阿修罗与祝摩大举进攻天界 由于其阿修罗王 罗启多匹都 曾经得到了凡天的祝福 只有出生的处女才能够打败她 而众天神根本无法抵挡她的超强魔力 天神们只好请求师婆帮助 师婆此时正在修行不见其踪影 幸而她的妻子雪山神女 决定伸出援手 她派出自己的化身南晋母 去与阿修罗作战 南晋母很轻易的打败了许多的阿修罗 但是罗启多匹都 却无法被降服 这个怪物产生出一千个和她一样厉害的化身 南晋母用弓箭把罗启多匹都射得遍体鳞伤 但是形势更加的远近 因为从阿修罗王伤口滴出的血 产生了无数的新的恶魔 这就是血肿魔王的来历 南晋母恨不得将这个魔王千刀万剐 当她极度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之时 她的怒眉紧锁的额头开始发黑 由此诞生出了嗜血的黑色女神 加里 加里拥有着比南晋母更加强大的力量 而且是出生的处女神 她出生即代表着战斗和杀戮 以此为乐的毁灭女神 和阿修罗王久战不下情急之中 加里女神张开血盆大口 用她无比的力量 以及血红色的舌头 将罗启多匹都 缠住 并将其整个的吞下 并把她的血液一滴不胜的喝掉 最终 加里消灭了这阵恶魔 但是由于其过度的兴奋 而疯狂的跳起了毁灭之舞 她的双脚大力的践踏着土地 令三界众生受到震颤之苦 五脏剧烈 师婆得知之后感到 为加里缓和情绪 并减轻众生的痛苦 就躺在加里的脚下 任其践踏 这就是加里总是被塑造成 脚踩师婆的原因 加里女神对本土的影响很大 著名的城市加尔格达 现在是印度的第三大城市 仅次于孟买和新德里 这个名字就源自对加里女神的崇拜 意思是加里女神之土地 在古经文中 一节分为四个时代 四分时代即圆满时代 是第一个时代 人的道德完善 且十分长寿 政法得到普遍的旅行 三分时代 即第二个时代 政法在世间所占的比例 可以达到四分之三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 二分时代 是第三个时代 一指政法在此时只剩二分之一 世界走向了争斗的方向 一分时代即黑暗时代 也被称为是加里时代 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也是宇宙轮回的最末一个时代 特征是纷争战斗与不和谐 如修罗场一样的厮杀 瘟疫和饥荒 你同意我们现在正经历的时代 就是加里时代吗 请在评论区扣一 师婆是古印度最为敬畏的神之一 其师婆派的信徒 奉其为最高神 有地 水 火 风 空 日 月 祭祀 八种化身 佛教称其居住在色究竟天 阿加逆扎天 法云地的圣者 也称其为大自在天 驻色界之鼎为三千界之主 后来成为密宗护法之中的大黑天 摩赫加罗 除了以上的身份 师婆还具有许多的功能与身份 他主宰风暴与闪电 赐予医药与健康 他是牲畜与野兽之神 代表着生殖力 他还是明智与慷慨之神 歌勇与祭祀之主 作为实际战力最强的主神 师婆拥有超越印度教亿万众神 俯瞰变天众生的 无与伦比的高贵地位 师婆具有 奇异的矛盾魅力 没有邪恶的邪恶 离经叛道的折身 高傲孤僻的个性 背弃一切的疯狂 使他成为了好莱坞 各个影视文学中的重要角色的来源 在亚洲多地 师婆象征着神秘和狂暴的自然力量 他单纯任性 同时深不可测的性格 令无数的信徒迷醉 被奉为是 宇宙最高之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